大家好,我是Zin,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全红九八C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由张艺兮对战拳王亲王,双方的玩法一样是三稳随机 开场布莱恩对战这个虾尔米 布莱恩有着钢铁般的身躯,但是碰到虾尔米这个以柔克钢的打法,他还能行吗 哎,落地还是被搞了一下,你看到没有,虾尔米不断的用这种转腿,接甲,转腿,接甲,然后再打一下 现在布莱恩有点稳不住,但没关系 布莱恩力回一下,再找下一个球,还是不行,跳也被搞了下来啊 落地接下,然后闪一下,把他抓到角落 继续夹 这样的话,在角落还可以开一发大招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看来果然名不虚传,现在空中再夹一下 一点点血没有,啊,不行了,彻底不行了 前往这个虾尔米用的是皮的狠皮 接着来看张艺兮他下一个角色 正式的阵元车 这个阵元车有一个一套式的连击啊,抓到就可以一套 现在又在空中接顶,把他顶飞起来 哎,虾尔米还想转腿,好像阵元载的队个子不够高,实际上夹到很难 现在又来了,再打他夹住 好,落地抓,一发打着怼到角落 还有一颗气,再来一发爱的抱抱 思路没狂欢 哦,空中起飞之后,这元车还是起不来 那这个虾尔米继续跟上去吧 连续的跟,跳抓大招,走 角落再来一个智灵头 这种打法让对手是非常崩溃啊 一局之中就在他的投机当中度过了 你看,这直接杀到了张艺兮第三个草蹄鲶了 草蹄鲶是拳王亲王的主力啊 咱们看张艺兮这一把用的如何 草蹄鲶这个角色用好的话,真的是很凶 哎,好的,青腿起手,荒蕭独咬来了 真是暴气了啊 如果这一套不失误的话 一套带走,应该问题不大 好,荒蕭独咬,受了取消 再来一发前些重腿,接独咬 独咬,两段三段 那要落取消之后,最后跟大蛇剃 他要是打完整伤害了呀 双独咬,双荒咬,又接大蛇剃 那还没有完 最后再来一发无视 哎,他没有跟无视了,其实对手已经晕了 没必要再跟无视 草蹄鲶接着就再暴气 这一次暴气,直接将拳王亲王带走 问题不大 秀翻天了 哦,又一发超杀呀 CD,CD 两次CD,如果不才可以再跟底波 接着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 栽在自己主力手上 拳王亲王也是非常难受啊 咱们来看他的冬胀出场 草蹄鲶又暴气了 暴气之后草蹄鲶要不要恒恒的干一下子 防住 再找机会 如果被点到一个青角,那就是 后果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啊 东上的旋风也起飞了 CD怼不到 抓一下 东上趁这个劲,继续跟上一个滑铲 但是还是被钢CD,来两发毒咬 再爆一切 好,还烂了 荒药毒咬 这一次又来超杀大蛇蹄了 超杀武士 中间中段再打一套 这一套如果不受到,还和上一次那样刺激啊 好的 三世接大蛇蹄 荒药三世接大蛇蹄 其实都打出了双荒药,已经非常极限了 落地再跟一发武士 晕了,没必要再跟武士了 这一套的难度也是超S级难度 哎,前一周腿,之后失误 草丁一个大的兽,导致没有把他一套带走 咱们看东上趁这个劲儿也冲了过来 草丁只剩一点血 一点血,他仍然没有放弃 仍然是非常的狂啊 果然张艺希对草丁的 对玩法也是非常的熟了 联技基本是 顶级联 第五局,看前往前往最后一个比例 贵王 经过前两年的气势,虽然说张艺希的血量不多 但是他气势足啊 全黄之中不单 对,不单这个血量要多的,气势也要足 气势足加连招稳,那就可以了 超杀大蛇地上 预防对手强反,对手还是强反了 好,各种剑招拆招,现在又来一套 哇塞,对手强反没有了,这一下应该是逃不掉了 三次C底接轩羊 蹦一发武士,带走 超帅啊 张艺希一帅气的草丁拿下了第一分 不单帅,而且很猛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拳王亲王,他会随机到谁呢 这个随机对技术的要求挺高的啊 这一次他有哈蒂伦,吸血将军 这一次他非常擅长的一个选手啊 接着来看张艺希的罗伯特追手法 对抗这个吸血将军啊 开场跳中的压,哎,吸 中间有一针的失误,可惜了 罗伯特其实个状态完全可以连上的 可能看到这个哈蒂伦将军有点慌 哦,哎,哇塞 近距离,远距离,架招吸过来 判定对手会乱动,落地再吸 各种空中吸加地上吸,然后再地上一个炸 上一吸已经损失的半官血,中断没有中 后面罗伯特还有一个什么招式,旋风腿吸 你来我就吸 哦,再出一波,突变 吸的,这个只要被防下,哦,两次吸地空中接转 乌鸦坐飞机,就算 那空再吸血就没有了 这个吸血真的是让人很难受啊 现在来到了张恩西的下一个角色 咱们来看张恩西的玛丽出手 玛丽能拿到这个哈蒂伦吗 看一看哦 啊,跳逆向 把他走,搞过来,然后继续接吸血 空中接上一个炸 好,现在还没玩,又吸了,哎呀 对手只要是乱动就被吸 但是这次没有搞出了乌鸦坐飞机 现在又吸,玛丽完全不行了呀 这样下去,不知火舞是在 不知火舞这个圆中是跳来跳去,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 现在看张恩西的最后一个角色了 不知火舞 这个可是张恩西的主力啊,应该不会被吸死吧 好,跳也不是站也不是,防也防不住 但是不知火舞还是抓到一个,哎 跳,飞,想把对手逼到角落 这个意图非常明显 但是查德链就不上当 空中押住飞机,强吸 哇 现在还没有事啊 你看,哈蒂伦又开始这样打法了 不知火舞也是抓不到任何破绽 抓不到角落连,这就不行 好,起身之后闪 哎,这就下贼 落地要不要再吸一下 好,吸 哇塞,没有吸到 好,又来了 哎,还是被抓住了,吸 哎,差一点 哈哈,还是被吸到了吧 吸到就是炸 没得伤了 不知火舞的血量也是没有了 好,驾招吸 吸起来,继续空中乌鸦照飞机吸 各种联系之下 张云西 目测已经崩溃了 这一局实在太难受了 各种被破招,各种被吸 前往前往拿起得到第一分 双方打平了现在 好的,咱们来看下一场 这也是超级精彩的一局啊 下一场的话 张云西有克瑞 前往前往有一个琢磨 琢磨他还是用的比较熟的 所以他就放到最后一位 开场用雅典娜作为首发 如果这个雅典娜给张云西的话 那就溜了 好,吸也吸不到 倒野踢上天了 反身为中招了 特瑞抓到机会了 因为特瑞没有气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来 大灌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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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次取消出接大灌篮 后面拳用青王 你看血量已经 已经不行了这个血量 看能不能抓到一下顶头 又被倒野踢了 大,哦 能量喷泉大灌篮 带走 现在来到全王前往他下一个人 张云西 应该是在默默的说 用我的主力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雅典娜了 倒野踢上天 圣龙雪封腿没有用 各位再抓备 几克尔 这一次要用超杀了 超杀能量喷泉 怼他一下 落的 扔到脚落超杀 炸 把这一套伤害又打到最大化 水石滴水石滴 能量冲着 能量分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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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一点点 没有血了 一套带走 太狠了这个下手 这一下就杀到全王前往最后一个人了 咱们来看他的多么多么 这一局张云西是不是也要穿三一血前耻啊 你穿我一字我穿你一字没有 但是好像琢磨这一句气比较多 他在想穿三很难 跳地地向 一波大招上天 接打股的许晓 然后再接一发cd 这个cd没有接好 如果接好的话该再来一发大招 没有把伤害最大化呀 目测要被穿三了这一局 闪到背后一下 琢磨还是被跟了一手 各位继续压过来 琢磨该怎么打 琢磨再次跟一手飞翔脚 接cd接必杀 前进手撩倒 好帅 再来一次 没有血了 差一点点就穿三 只差那么一点点 还是被抓到了一套 接着来看 张忍席的克里斯 好 琢磨又报一期 克里斯不断的用 steadly追击 这个克里斯打琢磨的话 还是有一套的 因为他滑铲就可以带入 强犯就这么交了 交了以后 哇塞 克里斯还用一个闪现套路 北大角落没有了 有克里斯情况下 一般全员 一般对手是很难赢的 利用那些不强的角色 克里斯实在太强了 但是他的观赏性不够高 虽然说打比赛很强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现在已经来到张忍席的赛点2比1了 好这一次张忍席有一个捉摸 看他这个捉摸用的够不够熟练 这一场的话 他把捉摸放到了第一位 大先锋 用 我直接特殊机撂倒 开场就是红丸给了一发雷光拳的破绽呢 飞翔脚之后对手肯定起身 好的取消 我才飞翔脚飞翔脚 嘟就这样带入龙虎乱舞了 后面捉摸再跟一下 又中3T 一个不胜 红丸做首发其实不太合适 快速跳地打力 因为红丸比较吃能量 有能量伤害是非常高的 然而第一局的话 又很难有太多的能量 来打超连段 散电3T雷光拳 红丸偷袭 大发炼者带走 带不走 还有一点血 但是这一点血他也是很难再浪了起来了 他开始 哦 飞翔脚了 好 稳不住了 接着来看赵丸兹下一个角色 麦卓 麦卓出手 麦卓的死亡之爪连招也是挺狠的 死亡之爪直接开了 死亡之爪不断取消尖必杀 这一场 起飞就跟你翻镰刀手 扯了扯了 放针 大招接一个炸 一点血没有了 好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而且这些大招抛肥 说法的熟练度都已经非常高了 接着看全往全往的威斯 把威斯防住一手 练刀腿收割一下 威斯再防住一手 想抓抓不住 练刀腿再收割一下 威斯呢 哎 麦卓 大招来了 炸 趁对手没有起身 两点我又来了 姐妹之战啊 这下 打招走一走 通通 好 放针打到角落 呃 失误 没有连上 但是威斯已经节奏大乱了 这直接杀到圈王枪最后一个人落起 篮球仔 好 麦卓还是这个玩法 直接搞了一发cd 跳过来勾腿 压过去 哎呀 一个大跳成了最大破绽 闪现墙反焦了 麦卓只需要再来一发机会 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不怕 即便打一个大招也不至于致命 还有机会 麦卓有的是机会啊 他会不会暴气 他可能会暴气 赚了机会 对 暴气了 暴气打一发超必杀莲 应该可以带走 勾腿破防 来了 超嘞超嘞超嘞 超啥上 没有了 这局可以宣告结束了 哦 直接带走3比1 非常强 大家来报关注 每天跟星期等着视频 теп必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